智能电动车到底智能在哪儿 今天我们在武汉车展拿这台智能L47来跟大家讲讲 A柱的盲区一直以来都是很多老司机吐槽的地方 这次智能L47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我们在左转的时候 屏幕左侧会直接补全A柱盲区的视野 不需要你偏头 余光一扫一清二楚 那么同样的老司机都知道 右方的后视镜同样存在一定的盲区 当我们打开右转向灯的时候 右方盲区视野就会出现在右侧的屏幕上 后方的盲区同样可以在屏幕中间显示 这三个盲区视野的补足 都是可以用余光去观察 甚至都不需要抬头 这一部分叫余光感知交互机制 说人话就是补全盲区 这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安全类智能配置 我个人认为电车走这种智能方向是对的 先不说好不好用 起码是在想办法提升驾驶安全 那除了这些以外 之前F47也有一些趣味性的智能配置 比如说路上遇到同款车 它会提醒你打个招呼 还有智能导航的光效引导数字宠物等等 所以现在电车上的大屏幕 不要仅仅只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 人车交互也非常重要 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问 那智解L47跟蔚来ES6之间怎么选 你可以自己对比一下 智解L47车身和空间都更大 而且用料更好 空气堂皇和电磁减震 这两个东西带来的驾驶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LS7600公里续航 32.98万 再看蔚来ES6 整车起售价36万8 再选配一下 软件服务费给一下 小40万落地 真就是一个另折不完 宁愿干不下去 我也不便宜卖给你 5月25到29号 武汉车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智解L47 这台车现在有一个车店分开买的活动 你可以选择全款买车 单独给电池做分期 也可以车和电池同时分开去做分期 这样的话首付的价格会低很多 具体情况 大家可以上车展去问 或者单独找智解的客服了解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祝大家喜提爱车